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说一个礼貌的好行为叫做分享 分享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或是玩具 或是吃的东西跟别人分享 分享的英文翻译呢是share share就是分享的意思 你可以说let's share 意思就是一起分享吧 yoyo story听故事今天要带你坐时光机 到小丸子的家里哦 你准备好了吗 抓紧哦我们要冲哦 go 懂得分享的小丸子 一个周末的下午 美环到小丸子家来玩 美环 欢迎你来我们家玩呢 小丸子 谢谢你邀请我 来美环 你看 这是我的房间 哦 你的房间好漂亮哦 我们现在一起来玩巴比娃娃吧 好啊好啊 我等不及了呢 小丸子 我好想玩你桌上那个最漂亮的 巴比娃娃 好啊没问题 最漂亮的一只给你玩 谢谢小丸子 哇哦 美环你好会玩巴比娃娃哦 哇真的太厉害了 你看我还帮你的巴比娃娃带了什么 哦 你谢谢你还特别带这么漂亮的娃娃衣服 给我的巴比娃娃穿 哦 小丸子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哦 好难度 我 我 我 谢谢你的分享 哦 有你这个朋友 我实在太开心了 他们高兴着 旋转着跳起舞来了 哦 我 小丸子 小丸子和美环懂得分享 玩得非常的开心 不懂得分享的小丸子 一个周末的下午 美环到小丸子家来玩 嗯 美环 欢迎你来我们家玩呢 小丸子 谢谢你邀请我 来美环你看 这是我的房间 哦 你的房间好漂亮哦 我们现在一起来玩巴比娃娃吧 好啊 好啊 我等不及了呢 小丸子 我好想玩你桌上那个最漂亮的 巴比娃娃 啊 美环你说什么 那是我最爱的巴比娃娃 如果你玩坏了 怎么办呢 哦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玩 啊 我说 那个巴比娃娃绝对不行 我就是要玩 不行 好你不给我 我就自己拿 我没有玩 你放手 放手 突然间 巴比娃娃的衣服破了 嗯 糟糕 我的 巴比娃娃 小朋友 哪一个是有礼貌懂得分享的小丸子呢 对 就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里面呢 小丸子不懂得分享 但是美环也做错事了 他怎么样 对 他去抢小丸子的玩具 这样对吗 抢玩具是不礼貌的行为哦 作为一个小主人 我们应该懂得分享 作为小客人 我们应该懂得尊重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悠悠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